大家好 又來到《疼我的心靈空間》 上一集講到有位朋友提出一個問題 我在講那些是不是高級的心靈空間 沒有飯吃怎麼可以開闊那個心靈空間 我想在這裡再澄清一下 其實那個心靈空間 當然你說我們肚餓 那你是不是都可以快樂呢 很明顯就是如果你一直肚餓 要你快樂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問題就是 我想講就是不論你在任何環境之下 你都可以開拓心靈空間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是不是吃這個包心次肚 你很有錢 那你就是快樂呢 或者反過來你沒有錢 你買了兩瓶腐乳 你吃一碗白粥 是不是一定不快樂呢 其實不是必然的 你問我呢 我覺得關鍵就不是你吃什麼東西 而反過來就是你和別人的關係是怎樣 如果你是住在劏房 但是你一家人是很和睦的 大家都 即是就算怎樣窮呢 就算做兩瓶富裕 或者一塊鹹魚 你都可以嘻嘻哈 很開心地吃的 反過來你有很多錢 你包心次肚 但是那個關係 家庭的關係不和睦 大家吃飯不理會對方 那你是不是就吃得很快樂呢 那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說心靈空間和這個物質的缺乏 或者是充裕 有沒有一個關係呢 我覺得未必一定沒有關係 但是又未必有一個絕對的必然關係 可能有些關係 但是不是一定的必然關係 即是講得簡單些 心靈空間就和你的物質 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人際的關係 好或者不好 是影響到我們的人 開心不開心 物質的富裕或者是貴乏 未必一定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開心或者不開心 即是想回我小時候 我是在洗字區長大的 在利謝屋邨 那你都知道那些洗字區 就真的那個居住環境 真是很差 我們一家九口 即是有九個人 是住一間半房 那一間房就是140平方英尺 140平方英尺 加多半間就是210平方英尺 九個人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就很少在家裡睡 通常來說 晚上就拿張帆布床 出去走廊睡覺 那在睡覺之前 每個人都是來 植木塞出來 現在那些年輕人 可能都不知道什麼叫木塞 木塞就是一些很小的蟲 咬我們吸血 但又會很癢 一個撲一個撲就會出來 所以睡覺之前的必然動作 就是要植木塞出來 這樣來睡覺 如果說是打大風 還風還雨 那就回家 就躺在地上 就逼在一起 那你說這個環境 是不是很困惑呢 我記得吃飯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沒有什麼送 但是很奇怪 雖然我們這麼窮 我又覺得很快樂 那時候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比較好的 沒有現在這麼疏離 我拿著一碗飯 剩下一點點菜 旁邊的阿姨 她在那裡煮菜 就會叫你過去 她夾些菜給你的 其實她也是窮的 但是她會和你分享 我還記得有一年 年三十晚 差不多三四點鐘 那天有兩個阿姨走進來 她叫我媽媽 叫茶師母 或者茶師奶 為什麼你還不去買菜 我媽媽說她老爸都還沒回來 家裡都沒有錢 怎麼買 她說你不買就沒有了 人家的小販都收到 要回去做吃團連飯 我媽媽說她的爸爸還沒回來 沒有辦法 你猜怎麼樣 隔壁輪四 就掏錢出來 這個拿3元 那個拿5元 就塞在我媽媽那裡 你先去買了 等茶師先生回來 你才還給我們 那些人與人之間 那種關懷 那種溫暖 是會令你感覺到幸福 感覺到快樂 不是錢 不是說那3元 或者那5元 而是她對你那種關懷 我小時候真的窮到很不得了 但是你叫我回顧 我覺得我童年是非常快樂 所以你說物質 和我們快樂與不快樂 是不是絕對沒有關係 也不是 但是不是必然關係 就是窮都可以窮得開心 反而我覺得 那個關係是重要的 如果你有一個和諧的關係 和家人也好 和朋友也好 和工作上的同事也好 如果大家都有一個和諧的關係 你應該是會感覺快樂一點 當然有些人 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都不覺得快樂 那就是我們怎麼去想 你怎麼去看 你快樂與不快樂 你問我 就不是在外面可以找到的 快樂是出自我們的內心 其中一樣就是可能會有一種 就是剛才我講了 就是說 你不在一個痛苦的狀態之中 其實就是快樂 或者我們再加一點 你不在一個痛苦的狀態之中 再加上有一些少少的愉悅的感覺 那就是快樂 問題是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覺醒到 其實你是在一個快樂的狀態之中 正如剛才我剛剛講的 我們不可能在外面去尋找到快樂 快樂是在我們的內心裏面 我們怎麼去看我們的生命 我們怎麼看這個客觀的世界 是對我們有影響的 我記得我也可能講過 就是我們活著在這個世界上 是有兩個不同的模式 一個就是我們叫做 daily operational mode 就是日常操作模式 就是你天天起山擦牙洗臉 然後吃早餐 然後你就上班 上班走那條路 天天天都是這樣 那些我們叫做daily operational mode 另外一種我們叫做existential mode 就是你真的存在 你感覺到你的存在 而你每一刻 你每一刻你都是怎樣去充實 去活得去充實 去活得去充實 那這裏呢 就是我都提過了 就是我們嘗試學習 或者說如果用佛教的講法 就叫做註念 mindfulness 所謂mindfulness 是我們專注在這一刻 我們所做的事情 我們的感覺 昨天發生的事情 就過去了 昨天在你的工作地點 某個同事說了一句話 你不開心 你覺得他是冤枉你 你當然不開心 但是昨天已經過去了 明天 會不會來呢 我們當然期望天天會來 假設天天會來 但是沒有人保證到 明天一定不會來 所以 你們都沒有必要 去憂慮 明天或者後天 或者下個月 那些未發生的事情 有人做過統計 發覺到 其實我們憂慮的事情 95%以上 都沒有發生的 說得簡單一點 我們就白白憂慮了 所以我們要學習 就是 把昨天的事情放下 同時 對明天 你可以保持希望 但是你不需要去擔憂 我 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好像有提過 我現在再說一次 如果有說過的話 有一位女士來找我幫她做輔導 哭到收不到聲 說要自殺 她說她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她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她一天 打幾百個電話給她男朋友 原因就是她和那個男朋友 大家拍拖了十幾年 她來找我的時候 應該38歲 39歲左右 就是二十幾歲拍拖 拍到三十幾歲了 應該不結婚 我也不知道 沒有結婚 但是拍了那麼多 那麼久 那男生突然之間說要分手 OK 那她就很不開心 經常都有想自殺的那個念頭 還有她告訴我 就是她很擔心 就是孤獨中老 就是她擔心到她老的時候 孤零零一個人 我當時就和她笑笑口 我說 你現在三十幾歲 你想到你老 七十歲八十歲 那時候就是很孤零零的 其實你的人都很樂觀 她看著她很詫異 你看著我 你覺得我樂觀 每個人都說我悲觀 我說不是啊 你真的很樂觀 為什麼呢 你好像告訴我 你知道你可以活到七十歲八十歲 到底天天我能不能夠活到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都不肯定 那你是不是比我樂觀很多 你想到幾十年後 就是 你都還在這個世界 我呢 明天還在那裡 我都不知道 她都是呆了 那當然她和她男朋友之間 那個關係呢 是有原因的 不是沒有原因 那我跟她談的時候 我就叫她說給我聽 她們兩個人相處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我說那個男生呢 然後呢 約她去吃飯呢 就很多時候那個男生主動的 那這個都正常啊 男生主動 那那個男生打給她呢 就說我們今晚出來吃飯 她說好啊 那那個男生就很尊重她 問她想吃什麼 她說不要讓我想啦 你說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那男生說不如我們今晚去吃魚生 吃日本的東西 她就馬上不高興了 她說有沒有搞錯啊 余先生 這麼不衛生 吃了之後肚子不舒服的 那那個男生說 那你不喜歡吃日本的東西 不如我們去吃西餐吧 去鋸扒 她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明知道我不喜歡吃西餐的 你問我 那那個男生說 那不如我們去吃中餐吧 你喜歡吃潮州的東西 吃上海的東西 你真是很麻煩 你不要問我 那你如果是那個男生 你會覺得怎樣 那我當時就用一個 就是我們經常用的技巧 就跟她 就像一個角色扮演那樣 就是叫她對著那個椅子 就做個角色 就是你現在呢 就當了你是個男生 你找那個女生 我是個女生 你是個男生 你打電話給我 你約我 你講回你那個男朋友說的話 那我又講回你的話 一做完之後 她都呆了 真的很難頂的 我說是吧 你感覺到很難頂的 那你男朋友都很難頂的 其實 這個溝通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是不自覺地 是將自己 放到天那麼大 完全都不去尊重別人的想法 那你當然那個關係不會好 是不是 那她呢 其中一個問題是 就不停地打電話 那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Obsessive Obsession 或者我們叫OCD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就是那些叫做什麼 是一種強迫症 不停地打電話 打到那個男生 突然要沒有了份工 那她自己來說都是 我明白她那種心態 很辛苦 那她到最後呢 就慢慢幫她 就是減少了那個打電話的次數 也都跟她做了一輪輔導之後 她開始明白到那個問題在哪裡 也都是開始 就是站起來 那你猜怎樣呢 過了幾個月之後呢 我看到她呢 就是參與一個男生 在那邊過馬路 她看到我 我打個招呼 她就走過來跟我聊天 我說 恭喜你啊 你和你男朋友好起來了 她說不是啊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來的 所以我明白了 我都告訴你 你不需要擔心四十年後的事 對不對 你天天的事 你都沒有辦法預料 你當時來找我 你怎麼會想到 你這麼快去找到一個男朋友 那男朋友似乎都很疼你 是啊是啊這個男生很疼我 所以我們為天天去擔憂 是有沒有意思呢 沒有意思的 是沒有需要的 每天都是 那個生命是不斷地向前走 每天都有一些改變 黃占那首歌都說了給你聽 變幻才是永恆的嘛 沒有東西是停在不變的 那個關鍵就是 你怎麼去看你的生命 還有我們要不斷地反省 你那個男生 為什麼會跟你拍了十年 或者十幾年拖 到最後他都 寧願分開 他當時去執取了一件事 就是說 他覺得很不服氣 就是那個男生和他拍了十幾年拖 和他分手都不給過理由他 那我和他在談的時候 其實那個男生給了理由他 不過他不接受那個理由 那個男生告訴他 就是我們真的不適合 那這個是理由來的 他發覺到你和他不適合 這個就是他的理由 但是他不接受 他說這個不是那個理由 那你不可以說他沒有給你理由 只不過你不能夠接受他給你的理由 這個意思 是吧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看問題 不是只看一邊 我們很多時候勸別人 不要執著 那所謂什麼叫不要執著呢 就是執著就是拿著 不肯放 我的看法就是 不要執著就是不要執著你的想法 我們看一件事情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看的 我們不是只拿著一個角度 死都不放就是這樣 那很多時候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來找我幫忙 幫我做輔導 我都問他 那你現在 執著在這個角度 你快不快樂 如果你快樂 你不用來找我了 對不對 你來找我 你覺得不快樂 那既然你不快樂 你為什麼還要執著它呢 你可不可以嘗試放開手 去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以致到你可能有個感覺不同 所以我們要學習 就不要執著 意思就是 我們不要拿著一個觀念 不放 我們其實看一個問題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你拿著那個角度 如果那個角度是令你快樂的 那我鼓勵你繼續拿下去 你覺得快樂 那就OK 非常好 但是假如你 拿著這個角度 是令你一路都不開心的 那你為什麼還要拿著這個角度呢 你 是不是有些矛盾呢 其實 好了 講得太遠了 我們回頭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世界 最快樂的人 你猜是什麼人 最快樂的人 最快樂的人 就是懂得感恩的人 我每天起床都很感恩的 我還沒誇張 起床 我醒了 我第一句就是感謝主 我又可以醒回又多一天 然後起床 擦牙洗臉 我都很感恩 因為 我去了醫院 去得多 你可以起床擦牙洗臉 都不是必然的 你可以喝水 都不是必然的 你可以落床 都不是必然的 你想想是嗎 你一定可以落床的嗎 你一定可以自己拿水來喝 如果你認為一定的話 你跟我去醫院去探望病人 有些病人睡在床上幾個月 都關了肉瘡 他唯一希望可以自己 就是可以起床 下到床 下不到 有些病人 想喝點水 他都沒有辦法喝到 為什麼懂得感恩的人 是最快樂的人 就是 懂得感恩的人 就是看到他有的東西 你在馬達雅 你看到原來你是擁有這麼多東西 你以為你看到東西是必然的嗎 不是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看不到東西 好像我這樣可以跟你說話 都不是必然的 有些人是 一生出來就說不到話 可以走路都不是必然的 你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當作是必然的 是理所當然的 每樣東西 你都要感恩 如果你懂得感恩 那你這個人很容易快樂 因為你看到你有很多東西 不是的 例如你身體健康 你還有家人 還有朋友 不是必然的 那些不快樂的人 就反過來 就是 他就看到自己沒有的東西 看到別人有的東西 就看不到自己有的東西 看到自己沒有的東西 就看不到別人沒有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別人 他們兩個 兩夫妻多恩愛 手拖手 但你看不到他回家打架 你就看到一邊 你就看不到其實你也是有個老公 那個老公其實都可能很疼你 不過你不覺得是 你不感恩 你不懂得感恩 所以如果我們要快樂的話 我贊成第一步就是學習去感恩 你今天不用看醫生 你都要感恩 你不信你試一下去醫院的急症室 排到滿了人 你不用去排隊看醫生 你都要感恩 你有個騎樓底 你都要感恩 你在天橋底找到一個地方 你以為你一定找到嗎 打架的 大家欠那個位子 你有個位子你都要感恩 你忍得住劏房 你都要感恩 凡事都感恩 如果你能夠做到一件事 你都感恩 那個女兒叫你去請你去喝茶 你應該很開心很感恩 因為那個女兒很孝順你 請你去喝茶 你媽媽叫你回來吃飯 你應該很感恩 因為你這樣的年紀 還有媽媽 還有爸爸 是不是 如果我們學懂感恩這件事 你學懂得接受 你不接受 你就永遠都 坐在那裡起不了身 你要學習 接受生命 是涵蓋 順境 也涵蓋 逆境 還有你都要接受 人生是無常 沒有東西是永遠停留在那裡 是一直不停的去演變 所以學懂無常 接受無常 接受生命 是有順境 逆境 這個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去學習 就是感恩 我們對每件事情都感恩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你距離快樂已經去到門口 問題就是你想不想這樣做 你願不願意這樣做 你一定做得到的 問題就是你 是不是相信這件事 就是剛才我 上一集都講過 就是 知而不行 非真知 你到底知不知呢 如果知道的話 你就自然會走出來 你知道原來感恩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學習去感恩 那你就學習去感恩 如果你能夠 知道的感恩 然後你走出來 你真的去感恩 那正如黃陽明所說的 就是知行合一 或者我所說的就是 知行本一 自動行 就是本來是一件事 知就是內在我們知道了 行就是我們外面做出來 如果你說你只知道 你做不到出來 你不是真的知道 你不是真的知道 就是你孝順 你知道孝順是好的 是應該的 但是你又孝順不了 那其實你就不是真正知道 孝順是好的 因為 知而不幸 非真知 你都不是真的知道 所以你來看我的節目 當然是歡迎你 但是問題就是 你都要嘗試一下 第一就是你覺得 我說的話是有道理 還是沒有道理呢 你不要把我說的東西當真理 我不敢說我掌握了真理 我只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我的人生的經驗 還有我看過很多的書 在我的人生的過程裡面 經歷了很多事情 這些是我所得到的 一些想法跟你分享的意思 所以我每次都會重複 歡迎大家給我意見 不要緊的 我不是要求你 一定要給這個 constructive的idea 一定要正面的 不是的 你批評我我都會歡迎你 你越批評得多 我愈加感激你 因為你幫我成長 雖然我這麼大年紀 我都要成長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話 你有不同的看法 歡迎你 提出來 歡迎你告訴我 甚至批評我 我都會歡迎你 我看到泰哥又進來了 看看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去探討 茶餐其實 因為上一集 我們在live 我一直看到很多 聽眾很多時候 都是給一些很正面 多謝我們分享 所有的東西 當然我們都要你給一個問題 希望我們去想 正正我剛才聽到你講 一個快樂的那種比較 當然我不是說 我聽到你的時候 不是說快樂結了在別人的痛苦上 但你的說法 正正是我自己面對的問題 好像我面對一些官司 很多人說 你這次很大問題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我現在面對的事情 我為了面對你的官司 比起其他其他 已經被判了暴毒罪的人 我算了什麼 所以我很平常心 也不是用快樂的形容 去平衡我自己 但正如你剛才這樣說 我們經常如果不開心 覺得自己怎樣怎樣 我們看一些慘的人 是否把我們的法律結出 痛苦之上 我的出發點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正正自己比較 就是說 我將我們的苦難 我們算得了嗎 其實 是不是跟你剛才的意思 的看法一樣 不是 應該不是 我希望知道 你給我們更多的答案 不是這樣的 有些人來找你 跟你講一句慘 你不可以說 你算什麼 小兒科 我經歷這些比你嚴重很多 舉例子 就拿我來例子 你更加 是吧 你算了什麼 我又經過幾次癌症 又離婚 家人的分離 你算了什麼 不可以這樣 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 他自己的感覺 有些人手斬下來 他都可以咬著牙筋 不出聲 但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少許癌症 破了皮 他就會覺得痛到不得了 我們不可以說 我的手斬了 都沒有東西了 你的手戒一刀 有什麼大不了 絕對不可以這樣 他覺得是痛 就是痛 我們要尊重他的感覺 不可以說 我經歷的事情 給你嚴重 你覺得就不是 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想說 我說快樂 剛才你剛剛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就是 第一件事 我們要學習 就是接受生命 是有無償 生命是有起 有跌 有順境 有逆境 第二件事我們要學習 就是學習去嘗試 對每件事都感恩 如果你懂得感恩 你是快樂的入門 你進去門口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 你都覺得不滿意 我們英文叫grumpy 每樣都埋怨的 你就不會快樂 不但你不會快樂 你認為周圍隔壁的人 都不會快樂 這個正正就是 我剛才在旁邊上課的時候 我真的上了人生課題 我給自己的人生的體驗 就是一定要懂得感恩 還有我們要有同理心 不是同情心 但有時又很生氣 有些人好像很 某些事就說 喂 某某某對你這麼好 你真的不懂得感恩 如果不是我們給你水都沒有吃 硬要加我要感恩你 其實我們所指的感恩是 由我們心裏面覺得 這件事 是真的我們真的 很 即是裏面是由衷地去做 並不是你硬加給我 你們不懂得感恩 你這樣不懂得感恩 很多所謂的立法會員 都是這樣說 某些香港人 我們不懂得感恩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們的感恩 是否應該所有人 有個真心出來 你到底感恩不感恩 就不是別人叫你感恩 或者不感恩 很多人都很流行說這句 你不懂得感恩 人家說什麼是不重要的 其實我們 我想說 就是 去到最後都是你自己的心 就不是別人說什麼 別人說你要感恩你就感恩 你要下跪 因為你有飯吃 不是這樣 是出自自然的 還有我想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 到底快樂 是不是一個選擇來的呢 是不是我們可以選擇快樂的呢 如果你說快樂 沒有選擇的 那快樂是怎樣的呢 就是由上天摘個蠔子 你這個人快樂就快樂 那個人不快樂就不快樂 到底快樂本身有沒有 就是我們 有沒有選擇的呢 這個問題呢 我希望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 就是 我可不可以選快樂的呢 那我們下一集 我們可以拿出來探討 到底快樂是否可以選擇的呢 因為我自己相信 人是生而自由的 這個我相信的 當然就是我所謂的自由 就是都是有 種種局限之下 我們都有自由 但是有一件事呢 是沒有人可以癡奪去的呢 就是你的思想的自由 嗯 如果你選擇了快樂 沒有人可以把你的快樂拿走 快樂與不快樂 就是你的腦裏面 你怎樣想 我們不在這裏講完 因為一邊講 可以講很久 我們在下一集 我們大家探討一下 下一集我們是Live的 快樂是否可以選擇 快樂是否可以選擇呢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你會選擇 你選擇不選快樂呢 如果選擇快樂 你應該有些什麼要做 才可以選擇 才可以快樂呢 我這裏也提醒大家 你可以看一下 古天樂近來拍了一套 為DSE學生 他的一條短片 他裡面講了一句 我都覺得 人生是 就是一個 沒有選擇的選擇題 這個就是 我都思考了很久 下一集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或者大家可以看一條短片之後講 因為他的標榜就是 學府 不是一間學府 不是校長 有校長 學生學府 而是人生本來就是學府 怎樣學習府 我們最早講的事情 我們可以在下一集 一起探討一下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集記得是Live的 我們一起去慢慢互動的聊天 好啊 在這段時間大家都思考一下 到底快樂是否我們的選擇 是否有得選擇的呢 如果有得選擇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OK 下次見 拜拜 拜拜